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步步惊心1980第一季第四集 这一天对女子莫顿来说是值得庆祝的 因为经过孤儿学校的层层审核 今天莫顿终于可以把小男孩吉姆收养回家 当自己的干儿子了 校长牵线搭桥也和吉姆强调 不可以再喊莫顿阿姨了 以后你应该喊妈妈了 感谢了校长长期以来的照顾 吉姆就安静的上车了 看似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一连串怪异的事情 等着这个新组建的家庭 路上莫顿正开着车呢 也不知怎么的 车子突然失控 混乱中莫顿努力的操控方向盘 就发现怎么也不是自己操控的方向 除在这个情境下 您看看小男孩吉姆的这个表情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好在和迎面的一辆汽车擦肩而过 再往前行驶一段路 车子刹车恢复 莫顿紧急刹车就挽救了场面 回忆起刚刚短暂的事故 莫顿摸着脑袋嘴里嘟囔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而吉姆就安抚着 下次小心一点吧 不是怎么感觉备份调换一下 现在收养的儿子是自己的爷爷是吗 到家收拾一下情绪 莫顿也和吉姆科普房间的基本信息 以及自己的丈夫特伦 这个玩具是你爸爸特伦给你买的 来到丈夫特伦的实验室 莫顿也把接吉姆在路上发生的事故 再复述一遍 太诡异了 当时我大力的操控方向盘和刹车 就是没有用 特伦听后 车子嘛总会故障的 明天你开我的内辆就好了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第一顿饭 特伦也努力的找着话题 吉姆我听说你路上事故的时候 你一点都没有害怕 你很勇敢呀 吉姆只是淡定的说着 是的我一点也不害怕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性格就这样吧 特伦听后 那很好呀 冷静是很好的特点 对了这个兔娃娃都抱这么久了 吃饭不放下来吗 勉强放下来 吉姆也介绍自己的兔娃娃 名字叫赫拉斯的 端着菜进来 莫顿听到吉姆就纠正着 不可以撒谎的 路上你不是说你的兔娃娃叫卜古斯吗 吉姆也回了一句 我刚刚改的名字叫赫拉斯呢 想立一下母亲的权威吧 莫顿就反问 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吉姆就说 父亲问的时候我临时想到的呀 行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特伦也圆场赶紧吃饭吧 可是把烤的肉分好 打开一看 莫顿瞬间感到十分的恶心啊 因为每个肉盘里面都爬满了虫子 收拾着走到门口 转身莫顿也怀疑着 小吉姆是你干的吧 我做饭的时候就看见你站在烤箱附近呢 吉姆一听没有啊 我当时有点饿就想找点吃的嘛 特伦刚插了一句 小孩子不用怀疑吧 莫顿就大声强调 我没有怀疑啊 我只是在摆事时好吗 也意识到可能自己说话太急了 不像个好母亲的样子 临睡前莫顿就来到吉姆的房子 还带了一个新的兔娃娃 表面上假装敷衍 接受了母亲的礼物 等莫顿走后 吉姆直接把兔娃娃扔到了地上 刚煮了杯牛奶准备回房间 忽然听到一声尖叫 莫顿赶紧从楼梯跑到了吉姆房间 到地方一看又想吐了 只见莫顿送吉姆的兔娃娃 肚子爆裂 一堆血腥的器官暴露在地上 本能的莫顿就觉得 这是吉姆开的恶俗的玩笑 刚想数落一顿呢 吉姆也有话要说了 放开我好吗 不然我要告诉校长你的一切了 到时候我大不了不上学嘛 但是你的事迹传遍周围 没有孩子在被你收养了 次日早上 特伦和老婆一唱一和 就想和吉姆讲讲道理嘛 但是吉姆就坐得鼻挺 不紧不慢的回复 母亲你说昨晚的事是我干的 可是我没有刀 我怎么滑破兔娃娃呢 再说了小孩子是不可以撒谎的 学校都教育过了 先把这个场面除了尴尬冷场 莫顿和老公也没有再讲下去的必要了 白天带着狗狗闲逛 吉姆也发现了一个叫 威廉莫顿的墓碑上面就显示 这个威廉莫顿出生于1969年 死于1979年 这个名字再加上年份倒推一下 这不就是莫顿的儿子小威廉 在地球上只活了十年嘛 而这时也不知道哪里传来一股神秘力量 突然狂风大作吹得小威廉的墓地 土和墓碑都抖动了起来 送掉绳子的狗狗也不知道是被附身了 还是怎么了 就彻底变疯癫了 狗狗不单单跑到实验室 咬死了特伦实验用的几个兔子 还突然小跑偷袭 上来对着特伦的手臂 就是咬着不放 好在两个朋友在现场 就及时解救了特伦 众人在河里就把狗锁到了杂物间 想想这种主人都咬的狗 是不能要了 事后特伦就配了一些毒药 把狗狗给毒死埋掉了 晚上吃饭 墓顿也和吉姆解释 儿子呀 把狗埋掉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 因为这样对我们都是安全的 吉姆敷衍着表示没有胃口 就上楼回房间了 其实积累了这么多的事情 墓顿也把女人的直觉 和内心说不上来的感觉 都讲给老公特伦听 是这样的老公 我不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联系起来 可是自从我把吉姆从学校接出来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感觉有一个恶魔一样的东西在搞我们 跑大车的事故 肉虫子 死兔子 我们都不说了 可是你想想我们的狗 养了几年了 很温顺的吧 从来不咬人 他怎么会突然发疯呢 即便特伦作为科学家 其实也是赞同老婆说的 因为今天修车厂的师傅反馈 其实老婆的车子 刹车和方向盘都没有检查出来什么故障 换而言之就是车子是好的呀 也不用纠结了 随着一股力量劈开威廉的墓碑 故事的谜底渐渐揭晓 几乎是同一时刻 吉姆在房间的抽屉里 也找到了以前威廉的一本日记本 翻开一读 小学生嘛 都是用简单的语言写的 我的母亲和父亲 他们声称爱这个世界 但是我感觉我和他们的距离 就像天上的彗星一样那么遥远 很显然字里行间里透露的是 小威廉对父母是不满的 吉姆刚读完 小威廉就突然出现在了镜子里 吉姆见状也是淡定的说了一句 我就知道都是你搞的鬼 听到一阵狗叫声 莫顿醒来一看 只见自己死去的儿子小威廉 从门口走进来后 就自言自语的说着自己写的日记 开灯一看可能是幻觉 变成了吉姆 莫顿也问着 你怎么会在妈妈的房间呢 吉姆听后 我很害怕呀 我好像听到了狗叫的声音 哦我也听到了 起身把吉姆送回房间 安抚吉姆睡觉 又听到了狗狗的叫声 莫顿就赶紧来书房 找到了丈夫特伦 两人也纳闷着 难道狗狗没有死吗 同时莫顿也把 刚刚发现的儿子 小威廉的日记的事 反馈给了丈夫 老公很显然 我们的小威廉 当初一直恨我们呀 此时突然听到实验室 传来声音 两人过来一看 只见死去的儿子小威廉 抱着实验室的兔子 站在前面就把心中的不满 都吐槽了出来 父亲母亲 你们俩整天忙得要死 父亲你是科学家 整天就喜欢 泡在实验室研究兔子 母亲你呢 也是上班忙得要命 你们把爱都给你们的工作 你们把爱分给我了吗 这里也补充一下 去年1979年 小威廉也是因为 跑到父亲的实验室 不小心喝到了毒药 就挂掉了 说着说着 弄死手里的兔子 小威廉拿上父亲最重要的植物样本 DL83 就跑到了外面 来到自己的墓碑前 威胁着父亲 你过来拿呀 我就不给你 只见焦急的特伦 想上前去拿 一个不慎就跌到坑里晕了 小威廉也和母亲解释 这不是晕 我已经用魔法把父亲弄死了 和母亲说了一句再见 小威廉就消失了 最后莫顿走到威廉的坟堆前 只见小儿子威廉化成了吉姆 莫顿瞬间也明白了一切 大概率是儿子小威廉 不但施法把特伦带走了 自己还以另一种方式 附身到了吉姆身上吧 看着坟堆里的植物 DL83都长到了地面 墓碑上变成了特伦和威廉的名字 不明白的吉姆就问着为什么呢 莫顿听后只是用亲吻的方式 回复吉姆 可能从今以后对莫顿来说 自己要好好地用余生来陪伴吉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